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37岁的射箭教练陈伯谦涉嫌狠心掐死拒绝求婚的高姓女子,并分失,弃失。 事后凶先异常冷静,企图为自己脱罪,筛选高女笔记型电脑中的文章,只留下对她有利的片段。 当高女妹妹用高女手机打电话给陈贤时,她没接电话,还故意传讯假装回复死者你跑去哪了,你没在找你,制造不知情的假象。 据三立报道,高女妹妹表示,因为高女失踪前曾借笔电给陈贤,高女失踪后她想起这件事,前去找陈贤, 但陈贤谎称当天只有和高女打招呼,还说不清楚高女东西怎么会在小木屋,并将东西交给高女妹妹,高女妹妹事发后查看高女笔电,笔电中的文章因为遭陈贤筛选删书过,导致高女妹妹将陈贤坚称只有打招呼,且没向高女借笔电的谎话信以为真。 事发后高女妹妹曾用高女手机打电话对陈贤,向询问高女下落,陈贤没接电话,装傻故意传去到高女手机,回复你跑去哪了,奶妹在找你,一连串的动作都显示了陈贤的狡猾冷静。